我們最後再介紹一下這個濾氣裡面有一個叫Anchor Point Mover 那各位知道什麼叫Anchor Point吧 以前我們不是有調過AE 或者你在ForeShop有一個中心點啊 變形的中心點啊 那我們還特別提過在AE裡面 有沒有一個是中心點的調整工具 就是這個 但是呢 你用這個工具 你看這個 你是不是要這樣去調整 這樣有點對 為什麼呢 因為一點都沒有很精準啊 你都比較視覺化 那你可以試看看這一個 它這個工具呢 你沒有做動畫也可以用 你看 這個就是針對我們的所謂的中心點的工具 你想要它靠在左上角按下去 也沒有就自動對到左上角 你要它靠到右邊 也沒有就自動靠右邊 是不是點一下就解決了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然後慢慢的移動 因為呢 你自己慢慢移動其實不準 那中心點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很多啊 比如說你要做旋轉 我中心點現在在這邊旋轉 是不是就受影響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工具其實跟動畫沒有絕對的關係 你不是說一定要套用這些動畫才可以用 平常你在做這個中心點調整的時候就可以 那你要恢復它的正中間 你就來這邊按一下 有沒有就自動回來了 好 所以這個工具其實 我是覺得比AE內建還好用啊 那當然你不要忘記了 它現在都是寫程式嘛 所以你所有動畫 會不會受到這個中心點影響 會 所以你今天呢 我如果是要它放在下面 像我把它 我要把它放在下面的 我可以這樣直接點一下 它就下來了 下來了 現在呢 這樣你再做動畫 我們就會看到它真的不一樣喔 比如說我們找找看 這裡 好 點開 搖來搖去的 好 這一個 你看它這個搖來搖去 是以這個為中心 那我現在點到它 我們剛剛畫面裡面拍不到的 就是在下面這裡 就是這個 有沒有叫APPLY 把它應用到我們的圖層裡面去 好了 OK 所以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以這裡為中心 好 有沒有開始想睡覺了 以前不是搖擺的那個嗎 看 繼續看 繼續看 看到睡著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 所以 中心點宜蘭下面之後 就影響到我們的動畫 最後的成果 所以這個 小工具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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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